我觉得郭冰哥这几年对你影响就挺大的 但是在你那六个月当中自己想思路的时候 他无疑是你最亲的人 你会跟他相量吗 然后你会不停地跟他 我觉得他好就好 但他可以很理解我 他那一段时间还真的是给我很大的这种动力 你自己想 你想清楚 你想干什么 然后你再决定 我不给你任何意见 但是他也知道我不会说 想着我今天我是这种情况 明天我要 那些不切实际的不会呢 就是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 你就做生意 他说你如果是要做生意的话 天下人都不会再做生意了 这个他说你要分清楚 你的主要的就是说 你这个人适合于什么样的工作 不是那你就六个月 你最后想清楚什么了呢 想清楚我不能当全职太太 也不能做生意 也不能当全职太太 所以还是做现在 能够就是说 结合我原来的一些 比如说优势 然后能够再做一些 能够把我的自身力量 能够再能够发挥一些余热的这样一个 优优优独立的